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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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很多夢一面打倒 走在路上我常常跌倒 路邊美麗的花兒很多 美麗的心情也不少 哼哼咚咚咚的夜靈大腦 傳說中一生先知道 左邊我看到有人 追在愛的擁抱 右邊我看到有人 有幸不夠好 你好 你好 坐到身旁這個我看不用多做介紹 已經是青年朋友們相當歡迎的一位創作型的 音樂頑童 頑童才子 歡迎您黃書記今天來到節目中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 剛才唱了這首歌 它是 好像是反映出一些年輕人的感情的看法 那時候寫夜靈大腦的時候 就是描寫說自己進入這個 大學的校園 以前充滿了幻想 就會說進去校園 念了大學之後就可以追女孩子 交女朋友 可是進去之後才知道很慘 都被女孩子修理 所以就寫了一首歌 像您寫出這樣子進階的東西 想必您的感情也吞了我們 有夠痛 真是非常 有很多慘痛的經驗 不過這個敏感度一定要夠 有的是經驗不一定要自己去 看別人 讓別人卻很慘 自己就把它削起來 以後不要碰到這樣的狀況 唉唷 今天不只是電視機前現場觀眾 連我都非常的好奇 因為你也知道我還是單身漢 是 平常的工作呢 對外面的社交就已經很少了 甭談說有什麼機會 認識一些異性朋友 再說對女性方面 我也滿保守的 唉 算是 吃喝飄脫都不會 又不夠爛賣 爛賣 所以是很難去說 有這個機會 有什麼種子在我心中萌芽 所以今天我來 要請教您一下 今天我來喔 其實我已經等很久了 像每次在電視上看到小哥 都是很風趣 很開朗 可是就是奇怪 錄完影之後 就會發現這個小哥 總是有一股落寞的哀愁 對 有時候在坐在鏡子面前那個 是 那個晚鏡自連的時候 都不知道在想些什麼 我太了解我了 所以呢 我今天特別就來跟小哥的 提醒一下 來切磋一下 切磋一下 太好了 結果提供很多種類型的女孩子 讓小哥來選擇 好 我先謝謝你 在感情路上還沒有出發之前 先給我一點提示 提示 讓我好知道哪一類型這個適合我 我就可以朝這方向去尋找 大家常常講就是說 女孩子善變對不對 善變 我們最近很流行說 用很多那個星座 血型 對 來去分析人的個性 你知道哪一種適合 是 其實我自己在 在六七年前 我看我大概是台灣 第一個寫星座歌曲的人 第一個寫星座歌曲 我其實在六七年前 我就已經有發現了 一種女孩子 特別的善變 天秤座的女子 天秤座 我那時候就寫了一首 天秤座的女子 還有歌啊 有歌 來來來 天秤座的女子 他們是為那死第一次的命 天秤座的女子 他們是最善變的靈魂 當他們今天決定愛你 明天會有另一個決定 當他們毫不留情 突然地離開你 你只有人贏 哎呦 天秤座 哎呦 這樣的女子 善變 其實我吃了很多的苦頭 有時候就是在你年輕的時候 都會覺得說 你跟你的女孩子交往 就是天長地久 是 可是其實女孩子比較早熟 可是她可能看著你 苗頭不對就跑了 哎呦 那時候好慘啊 女孩子跑了都不知道為什麼 所以那時候一直覺得說 女孩子實際上很善變 這種我覺得善變型的女孩子 就是她的感情 她可能要求完美 得不到她就可能跑掉 所以這類型的小哥 也許不太適合 我也覺得不太適合 再換 一定還有別的選擇 刺激一點了咧 欸 刺激一點了 也好 說你的個性太保守 需要有一點刺激的 我以為是馬殺雞 另外有一型 它是比較潑辣型的 還有潑辣 就是辣椒型的 這個是 其實說刺激很刺激的 說痛苦也很痛苦 但是這種型的 有時候有些男孩子 可能天生就需要人家 修理一下 那就是這種潑辣型 我寫了一首歌叫 這就是愛 就是這種潑辣型的女孩子 潑辣型 來 聽一下 謝謝 我對她 如女兒般疼愛 她對我 如兒子般虐待 哎唷 來唷 哎唷 哎唷 對她跟女兒般的疼愛 她就是因為你對她太好 她對你如兒子般的虐待 唉唷 有些女孩子 你對她太好了之後 她不知道好 她反而要這個 可能觉得你太好欺负了 有的时候习惯了 习惯了 他也觉得就很自然了 但是有些人其实就很配合 就是说男的就是比较温馴 女孩子可能又比较个性一点 也许小哥需要这种型的女孩子 去刺激你一下 你觉得呢 你说的这种 我的朋友里面也有很多 他的另外一半就是这样 那你觉得你是不是 不过我看他们痛不欲生 那我看我也不太考虑这一些 那真的是脑筋细胞要死很多 那还有一型 还哪一型 因为小哥没有什么感情经验 你可能在感情上需要 有些比较老手的人去带领你 这是我好像宛若一张白纸 真的 所以你就要 大家在笑 不太相信 你就要一支黑笔来帮你 要一支黑笔来帮你写一点东西 那有一种就是老鸟型的 就是在感情这个世界 是很有经验的女孩子 很会引导 很会引导 他引导女孩恋爱歌 我有首歌叫大骗子情圣 写的就是这种 引导女孩恋爱歌 大骗子情圣 我都没有听听听啊 一天虚伟 淡地却完美 有男人梦想的一切 全方位的优点 有经常恋爱残生的 习惯心的无媚 大骗子情圣 百年难得一切 大骗子情圣 他有 这个经常性恋爱产生的习惯性舞昧 像这样的女孩子 你见到她不管她任何的时候 她只要看到你 她就摆出那种谈恋爱的姿态 这种女孩子你也觉得会 真的是会觉得如沐春风 跟她谈恋爱很过瘾 任何时候呢 她永远是给你最美好的 但是她也许 给别人的东西也是一样的 对对对 所以小哥如果你不介意她跟别人怎么样的话 我觉得这个女孩子 Freund recreше 記住 爱情当称人还是会自私一点 希望一个 belong to me 这样的 belong to you one by one one by one 不能受任何干扰 那有一行那一定适合你 这一行那绝对是one by one 你没有跟他在一起 他也依然是one 永远不会跟别人在一起 那根本是梦江女这一行 没错 有首歌就写这一首新 好 就坚守岗位型的 苦手含咬十八年 这些适合你吗 对啊 经历 就这么苦手含咬十八年 不知情郎究竟会是谁 其实他递他出现在面前 他也不知如何就去遇见 这个苦手含咬十八年的女孩 真的为你这个见证到 他有一天甚至连见到你 他都以为是别的男孩子会害怕 所以你永远不用怕他跑掉 这个比较跟我的想法中的 比较接近 比较接近一点 这个小哥我介绍这么多类型 你有没有觉得里面 真的是比较适合你 我心目中是有一个对象 但是这是属于哪一型的 在这里面 不晓得要归哪一型的 你说说看没关系 我可以帮你归类 这样子啊 您看吴敬贤这个是哪一型的 吴敬贤 是不是啊 我们唱起老哥来 我们两个是说不完的话 这样子啊 那我觉得他 还带笔记本的 他是属于那种南平晚中心 南平晚中心 跟他的感情 他属于那种 好像晚风中送来 这么正正的终身 对 而且你有那种 看到他就有那种 撕骨悠情 哎呦 让人的灵魂宁静下来 对对 有这样子 这么美好的女性 我们也要唱首歌 你一看南平晚中 来歌送她 来歌送她 我匆匆地走入森林中 森林它一匆匆 我照顾到它的心中 只看见那树摇火 我匆匆地走入森林中 森林它一匆匆 我照顾到它的心中 我照顾到它的心中 只听到那满平中 满平晚中 随风飘送 它好像是枪 要翘在我心坎中 满平晚中 随风飘送 它好像是枪 要催醒我相思梦 它催醒了我的相思梦 相思有什么用 我走出的匆匆色里 又看到了夕阳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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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诶 南平晚中 诶 这选的歌还真的跟我 跟吴敬贤非常贴切 南平晚中的感觉 但是啊 还有别的心仪对象 您看甜蛙要什么歌来代替我 没有歌 还是好慢力 下次啊 我们的国合曲 下次我再去学一些 这些都已经没有歌 不过啊 黄书静今天给我们介绍了这些 让我们听得很耐人寻味 不同类型的女孩子 可以用不同的歌曲去代表她 而且这个形容 她们的性情都八九不离十 仅供各位参考 今天非常谢谢黄书静来的节目中 谢谢 谢谢你今天的光临 谢谢黄书静先生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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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